內地鼎樓女星楊蜜及趙麗穎多年內鬥到出面 同樣一年多未有新劇出街的他們 今年筆若兒與強射回歸公仔商以強項古裝劇對撼 楊蜜新作《胡擾小紅梁月紅編》 繼8年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後再演胡擾作品 當年久作創下480億驚人播放量 今次《胡擾小紅梁月紅編》就被睇高一線 預約觀看人數更超過390萬 首段預告片更吸引五千萬人次觀看 至於趙麗穎首飲監製的新作與鳳恆來世洶洶 加上與林根新來的《楚橋轉》後再度合作 曝光後令全網沸騰 不過播放日期一直未確定劇迷只能看預告片紙渴 至今已錄得近三千萬人次觀看 數字五級楊蜜新作預告片 但預約人數已撼贏楊蜜 目前已突破477萬 不過有指楊蜜新劇因為技術問題要補拍 反觀趙麗穎有份監製的新劇盛傳 在新春過後搶先波可說是先贏一仗 晚上 先贏一仗 輕人